你们有准备好吗 你心里面有备案吗 接着我就要问一下了 划设之后会不会影响地价税 其实它不会影响 可是官网上面的答案是可能会 我多次在这边协调 还有八月份的时候 也召开了部落住宅合法化 研讨会议之后呢 我们原住民族地区 也已经制定了初步的规划方案 我们也要请部长来持续关注 而且要协助来解决 推动原住民族土地相关的问题 我有看到国度署在 2月17号的新闻稿指出 它上面写说 国内首部纳入原住民族 资商同意机制的空间规划法令 为使得原乡青年 可以返乡发展特色产业 本法也赋予地方政府 可以依据实际的使用情形 订定因地制宜的土地使用管制规定 以符合原住民族转型正义 还有使用需求对吧 国土署 国土署你们跟原民会的横向合作之下呢 我相信国土计划的实施 应该是有利我们的族人会相发展的对吧 接着我就要问一下了 国土功能分区划设之后 会不会影响地价税 其实它不会影响 不会可是 好 按照原民会官网上面的问答 集的答案是可能会 所以你们两个人不太一样 能不能花点时间来告诉我们 到底会还是不会 因为这已经引起了 部落的族人有点恐慌 我们讲的是前后的差异 对 他提到的是说 我若画不同分区 就会有不同的地价税 所以这两个的论述基础不太一样 好 所以我在这边可不可以要求原民会 你们不可以讲说可能会 因为这样子模拟的可能的答案 对部落或者是想要返乡的侵略 它会造成不当的恐慌 所以我建议原民会 你们要请相关税务机关来试算 要让族人清楚了解 实际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好不好 跟委员大概简单说明 就是我们的考量是说 我们未来有很多的地方会化成农事 农事他的使用的这个广度比较宽 他可能不是在单一的 就是说我只能做农 他还有其他的会变更成建地 所以 我们认为说这个地价税是会有影响 所以你们不要用可能会嘛 你刚一直这样讲我都清楚 我们在立法院的你我都清楚 部落的族人不会清楚 你那个可能会是很模拟两可的 那你现在是不是能够按照你刚刚回答给我们的 再写清楚好不好 好 我要求你这样子写清楚 实际上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你比我还清楚了 因为你管理原住民的图管处管理了很多年了 所以你要交代一下你们的现在的图管处的处长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请他试算出来 有可能会交多少钱不要引起恐慌 另外呢在你的问答集有提到 部落如果有特殊的需求 也可以透过乡村地区整体规划来规划部落需求的用地 是不是这样 对 对吧 因为当时就讲说 在习来问说 有些地方我们自然发的这个分区 他还是要做乡村区的规划来开发 有写得很清楚嘛 对吧 好 我记得10月份的你们最新资料有显示 原住民族的人口有50.96%都涉及在都会区 如果考虑人在即不在的状况 实际居住在都会区的人口 其实早已超过部落的六成以上 没有错吧 没有错 目前呢想要返乡发展特色产业的青年 真的也不少吧 国土署 如果你们也支持我们原乡青年返乡创业 跟发展特色产业的话 我这边有具体的建议 部长我们要鼓励原乡青年返乡 在我们乡村地区整体规划中 应该要预留足够的预备用地 来确保未来我们这些年轻人 他返乡的时候是有足够的基地 可以供他们来新建住宅 这个是从根本上 我们要解决因建地不足 而无法返乡的青年长期的困境 请问部长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研议 而且要落实相关的规划 谢谢委员的关心 其实大概就是我所说的 所谓的乡村整体规划 我是不是请署长跟您简单回答一下 我们其实从之前的案例 大概就是已经努力在推 我们希望每个部落 到时候能够针对自己的发展需求 去定例乡村地域整体规划 未来就可以落实到所委员所讲的 它就是未来的成长发展 很好 另外我要问一下 以后是不是每五年 可以定期来进行通盘检讨 然后根据我们的族人 他的实际的需求 他的动态来调整规划 然后以确保我们部落用地需求 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 可以这样子吗 署长 对 现在的确就是可以五年通盘检讨一次 可以吗 有吗 对 而且他可以自己弹性的调整 那个内容 好 另外我今天有提出三项的附带决议 待会也请内政部和原民会你们看一下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正视原住民族的需求 来支持这些提案好不好 然后也支持原住民的土地转型正义 谢谢